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球華人雪茄頻道 雪茄時間 我是你們的頻道主持人Kelvin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雪茄的結構 一支雪茄裡面基本上分三個部份 一個就是wapper,binder和feller 即是說家醫、家套和家深 好了 大家今天我就打算 割開那支雪茄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家醫、家套和家深 首先第一頁那個就叫做家醫 其實家醫就是wapper wapper就是這塊 其實它最主要這塊的功用 其實是很年輕的 很重要的 這塊葉是基本上整支雪茄的味道 80%的味道都是在這塊葉出來的 還有這塊葉的植物 基本上這塊葉是最值錢的 一棵植物之中這塊葉是最值錢的 還有最重要的 很老實講一個消費者 你去看或者選雪茄 你都從他的表面開始 看一下他有沒有瑕疵 看一下他有沒有損傷 或者看一下他會不會有很多葉脈 就是你選一個很漂亮的你才會買的 那這塊呢就是叫做wapper wapper是最重要的一環在雪茄之中 它是發揮到味道的 好了 之後呢就叫做binder binder就是這塊 其實呢binder呢 這個主要作用呢 其實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hold住 它的功能就是hold住 裡面這些叫做加深 是的 hold住的 而這塊呢 它的作用其實就是很少的 還有這一塊呢 基本上在食物 整個植物之中呢 是最不值錢的一部分 還有它對於味道呢 是發揮不到作用的 是很少的 不要說發揮不到的 是很少的 另外呢 最後那個呢 就叫做fulla fulla就是這些了 那fulla呢 是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fulla呢 都是一枝雪茄的靈魂 是靈魂來的 但是compare with 這個wapper呢 其實它是差一點點的 因為其實那些味道呢 加深 就是理會這些啦 加深啦 基本上 它們是發揮到 作用的那個味道 但是沒有wapper那麼厲害 那還有呢 基本上呢 fulla呢 就是加深呢 它用不同的腰葉去配合一堆 因為呢 每個工廠呢 都會有它自己的獨特的味道 所以呢 它會混雜 混雜所有的fulla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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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就調味出不同的味道 是的 這個就是fulla的作用 那 而 有一些terms呢 有一些叫longfulla 有一些叫shortfulla 有一些叫maxfulla 那其實longfulla呢 通常呢 一些大部分 一些好的雪茄呢 都是用longfulla去卷卷的 那我現在呢 就打開了整枝雪茄的結構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就是加伊啦 這個就是吉兔 這個呢 就是加深 好了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也都很多謝你們收看這次的節目 下集再見 但是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頻道 或者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記得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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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